大家好,封評的時間 今集想講關於這個送中條例 一講送中條例 近來是一個很Hit的議題 因為這件事實在太貼身了 就是隨時隨地 不覺意就可能是 會關於到你和我身上的一件事 因為有這個送中條例 萬一閣下 只要在香港 是犯了一些什麼的事 做錯一些什麼的事 而中國大陸是有要求的時候 就要將你引導過去 中國去受審 或者受這個判刑 所以大家馬上都會聯想到 幾年前的雨傘運動 佔領中環 或者有些議員 或者年青人衝擊立法會 如果萬一有一天 習總 貼上線 好 好吧 全部一炮過打包 拿回來大陸 那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因為 你不知道回到大陸 是受到什麼對待 還有什麼判刑 可能上來之後 可能上來之後 好吧 拼了他 這樣 這件事一出 各大傳媒 或者很多 不同派別的人士 都給了他們的意見 那些 民主最黑暗的一天 那些不停在這裏說 雖然黑暗了其實很多年 是不是 那 這個送中條例 都是近來很熱的 這件事 大家都知道 我們的祖國是很偉大的 就是 可以隨時有很多 不同的地方 圈了出來 然後 再教育 你 所以大家都很害怕 但這次 我想探討一下 有什麼人 是不需要去 害怕這些 送中條例呢 那 我想了很多 的可能性 那 那 一般市民大眾 那 可能只要你有參與過 一些示威行動 那 或者是 可能和警察 有一些不必要的衝突 那 又或者可能你是 一個圖書館 管理員 但是可能你就 翻錯工 去了一間 專賣禁書 的 書店 那 那 你也有機會 被拘捕 是吧 和 書店店主 一起被打包 上去 OK 那 還有些什麼人呢 我覺得 很多很多都會 做生意的 他覺得你貪污 的 又會 做官的 他覺得你有收收一些利益 的 又會 就算做官的 他覺得你和爺爺 原來不同派系 的 又會 那 我覺得出了一個結論 究竟有些什麼人 是不需要去怕 不需要去怕 這個送中條例的 就是 剛才所說的 就是 你不同派系的 這樣 當然他可能會搞你 但是問題 有一件事 會導致到 就算不同派系 他都不敢去搞你 就算你貪污 他都不會搞你 為什麼 因為 只要 你是在香港 當權派的 其實你就不用怕了 因為問題就是 只要搞你 阿爺 一拉你 那 政府 或者 建制派的威信 就會有問題 只要有問題 就會影響到阿爺的統治 那 所以阿爺 會不會被他發生 是不會被他發生的 所以 在當權派 或者 是 現職有影響力的 建制派 是不需要怕這個送中條例 但是 這個問題是 大家都知道 上一份工作 都會有退休的一天 那 這句話的意思是什麼呢 即是說 我很相信 在這個 以往 可能以往 建制派 或者 政府的官員 都可能 會預視自己 在什麼時候 算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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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麼時候自己會退休 之類的 會退下來 然後 培養 第二 第三體隊 我覺得 送中條例 一出 就會沒有這支 歌仔唱 即是 你很容易理解 就是 秦始皇希望長生不老 這件事 是會 真真正正在香港發生的 是